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真不错啊 应该的 佳琪 你工作怎么着了 我 爸 我那工作初期有点不太顺利 但是白晓鸥进入之后吧 公司也就很快立项了 自己马上就到位了 晓鸥就那个白晓鸥 对啊 就那个白晓鸥 不是 那他怎么也在这个项目上 是他们公司领导指派的 人家本来就负责这个项目 合着 你知道这事 我当然知道了 妈 非而不让我去 我哪敢去啊 就是 我听着锅好像扑了 妈 把白晓鸥先下下去吧 来 你以后别跟我妈说干想我的事 我想这不是工作的事吗 他不喜欢他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真人老一身一鬼的 有那么严重吗 总的没那么严重 以后你说话如果给我脑子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爸 那我真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您说了 谈个恋爱您怎么都谈不明白了呢 七十岁的人了都笨 谁七十了 谁七十了 笨六十了 我六十也不到 我五十来查我几天呢 那笨五十的人 那真的没关系 现在这个恋爱 他谈的就是费劲 人们现在都 他听不进去 你谈艺术 你谈人生 他根本听不进去 当然了 您得谈点个爱听的 八卦那种 爱听这种 当然了 知笔知笔百战不代 我当然没有这个经验了 下面我们为您献上 苗大制片人心情通许 是给人制作的 爱情三班辅 三班辅 爱情 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 没什么要不及 爱情 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 没什么要不及 什么交情 什么交易 不过是大家自己 骗自己 什么交情 什么交易 什么交易 他最后终于死在我手里 第一幕 后两一篇 演奏是传说中的 没有两篇 大半城的石头 云有病 西瓜大有天 大半城的石头 云有病 两个人最佳人 如果有家人 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有嫁给我 带着你的家 带着你的家 带着我的我的马匹 就将得打出来 第二幕 新戏篇 我愿做一只小熬鸭 藏手在他身旁 我愿他打着你的皮鞭 轻轻打在我的身份 上 第三篇 胆大篇 先动 我亲你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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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你一口 收 还有的吗 这就是我们明天现场的 看懂的吗 看懂的吗 那行三板走 我们俩差点被累死了 目的只有一点 走劳事了 为了你的幸福 还不就是 拼了 就是 有你你的鼓励 我信心打断 佳琪呢 上厕所 佳琪跟那白狐狸在一起搞笑吗 你别鬼白狐狸的 看人听这多难听 这死孩子 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呀 你是不是以为 你俩有了孩子了 这就办事大吉了 你老公也能从此消停了 那不消停还能怎么着 是 我是瞧得出来 自打有了孩子以后 你们俩人确实很恩爱 也很稳定 一事好事 可是你也不能不往坏处想 是不是 你这人的坏处是什么吗 那坏处就是 你俩开始进入卷带期了 什么卷带期 就是左手摸右手 越摸越没有 你还知道这个 你还真别不当回事 你说你俩本来 那就是感情基础不自知是吧 是先结婚后恋爱吧 那你说这恋爱还没谈出个什么来 帮期就蹦出个孩子插在中间 那你说你 你一天到晚的照顾孩子 哪还有精力 你老公啊 那佳琪还能吃他儿子的醋啊 你还真别不当回事 你知道吗 这男人有时候还真不如孩子呢 你知道咱女人的第一个孩子是谁吗 那就是自个儿老公 你就像虎孩子似的 必须得哄着他 爱护着 关心着 呵护着他 你这少有松懈 帮机 准保有人乘趋而入 那时候 哭都来不及 还一套一套的 你还成婚姻赚嫁了呢 你还别真不把这当回事 那你说这乐乐还小 身体又不好 你哪有什么精力放在婚姻上啊 你们俩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就越来越没激情了 你说那白狐狸这时候 又跑回来插这么一杠子 你能不警惕吗 不然的话 到时候你哭都找不着分头 你还别人不信 你还没了 没了呢 你赶紧赶紧外面过来扑着 真的啊 行了 行了你 走 要不妈再给你偷控片段 好有意思 来不去 好偏方呢 哎 你们过两天真去那个苏凯家里写啊 是啊 那苏凯能同意吗 还不同意我们怎么去啊 那那个苗子天天也在吗 那你想问什么呀 问问吗 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还问 反正我就是想重申啊 让你接这个工作 是为了孩子的手术费 第二个也有点私心 想出去住 要不然才不会让你 跟他天天一块接触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唠叨我了 你天天跟前女友一块 出庄入队的 我还不能说两句了 那你要是担心 我把钱还给苗子 这活儿咱不干了行吧 我说的是你跟班晓鸥的问题 你还说苗子 我跟班晓鸥有什么问题呀 哎呀没说你们有什么问题 就说一说 行了行了 我妈那更年期天天唠叨我 晓鸥那在工作上找我麻烦 你这让我清静点行吗 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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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鸥点了快 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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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鸥饭来 不饿你去吃呗 又怎么了 哎呀你赶紧走吧 一会儿又耽误了工作 回头又来我身上 我发现你这人开始记仇了 赶紧走赶紧走 一会儿又被挤在地铁里出不来 得我这就走啊 儿子 老爸上班去了啊 晓鸥在吗 晓鸥 哎 走吧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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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凯也在啊 啊 翻新来了 那个喂 坐我这儿坐我这儿 我正好有个文件要处理一下 嗯 那我们先聊着啊 好 坐吧 那咱们还聊吗 聊啊 没关系 他一会儿就上班去了 哎 对了 小王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洪雨跟佳佳啊 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在第一步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 彻底分开了 在这一步里再延续这个话题的话太重复了 但是你第一步根本也没有写佳佳已经彻底死心 你留了尾巴呀 可是现在洪雨已经有了小静啊 洪雨不是很爱小静的啊 这个佳佳也知道 那么刻骨铭心的爱情佳佳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放弃啊 洪雨已经忘了 所以啊佳佳更不甘心啊 你可以写他回来报复 或者把他写的坏一点 没有关系啊 你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小王你换成是你自己 你是佳佳 你会回来报复吗 我一定会 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你可以把佳佳和洪雨在大学期间的爱情写到极致 是观众会理解的 你就来报复我的吧 我们现在在说剧本你别扯到我身上行吗 我原来开会的时候不管我提出什么方案你都支持我 这次回来处处拿那数据跟我找茬 你还说不是 我本来就不是 邓家琪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看在苗子的面上这活我都不接 我忘了拿水杯 对了 你赶紧招呼佳琪吃水果 好 吃水果 好 咱们还是接着聊什么 那送表的桥段还要吗 送什么表 你忘了 你上大三的时候 你父母要送你出国留学 你当时还争取我意见 你当时还因为这个跟我吵架了 然后我跟你说 你如果不想让我去我就不去了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让你留下来 然后你就生气了 办了所有的手续去了机场 后来你让苗子拿了一块停了的表 然后你当着我的面 让她走 知道寓意是什么吗 别走了 记住我当时就是想赌一把 看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那我要是没猜出来呢 那就是没有缘分 哎呀 哎呀这里边的信号啊就是不行 只能跑到外部来发 那个我有一个挺重要的合同 你要马上发过去 啊就是就是一个email 很快 哎你们聊啊你们聊啊 好啊 喵子你现在在哪啊 这样咱来老地方见吧 我有点事跟你谈谈 好了等你啊 你要换地开会写东西 嗯 大哥你就别瞎折腾了行不行 这时间不等人啊 反正我就是不想在苏凯家了 不是 苏 苏凯给你脸色了 没有 没 是我自己觉得别扭的 非换地不可 你还想要搞什么 哎不不不 要要要要要要 肯定要 你别这么问我 我血压上来了 好吗那就是 我看看 那这样吧 那你去我新房开会行吗 我都行 哎呦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Ск 谁呀 谁碰我们了 碰着我们乐乐了是吧 快打他 打他 谁让你碰我们乐乐 你打玩具干嘛呀 真坏 你再干 再干 妈你别打玩具 打他 这样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 哄他吗 快打他 你打他 他以后要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该把这错都赖别人身上了 他这么点的小孩懂什么呀 这种小孩 你用不着告诉他这些 你就宠的 妈我跟你说 他现在什么都知道 六个月以后的小孩可聪明了 大人说什么小孩都知道 六个月的孩子懂什么呀 三岁才看大呢 真的吗 现在书上都说了 现在特别反对那种 小孩撞了一下 就打那桌子脚 然后在地上摔倒了 就打那个地 说是都是说地不好 或者什么玩具不好 说这样对小孩子 特别有害 他将来以后就学不会要自己担当了 哪这么严重啊 以后大了再教他都不晚这些 就得现在灌树 这以后大了就来不及了 还特别说了 就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我都特别爱用这一套来带小孩 这样不好 这样宠孩子 我们宠孩子 我们还宠出错来了 没有说你们宠的不对 但是这样就对孩子将来会特别不好 将来他长大了 万一出点什么事 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他就不勇于承认自己 你知道吗 这有什么 你这太夸张了 以后大了 你再教育他这些也不晚 一点都不夸张 他要是现在你就放任他这样的话 将来他跟他爸一样 他爸怎么了 他爸不就是犯了点什么错误 或者有点什么困难 他也不敢出来去面对 有时候还老让你跟爸爸 出去帮他处理那些烂摊子 对吧 可不能让乐乐跟他爸爸那样 飞儿你要这么说 真的我就不高兴了 你说一个孩子 他可不是就是哄着他玩吗 哪有这么严重 你看你说的这一大堆这个道理 那和算我们就不会教育孩子 我们把孩子都带那么大了 我们不会教育孩子 不是不是 就是说现在这是新老 新老教育观念上的差别 就是还是提倡 现在咱们能让孩子正面面对 这些东西 不要不要去赖到别人身上 这样不好 反正我还是想 我还是希望乐乐 能从小接受严格的教育 对吧 那我觉得我儿子 我儿子现在有什么不好 我们就是这么教育的 你说他没有担当 他怎么没有担当啊 你嫁给他 他短了你吃 还短了你喝了 我就这么一说 我就拿佳琪 你就说举个例子 比方 你这个例子 你就说明是我们教育 它是失败的 你就否定我们对他的教育 不是吗 你自己教育吧 反正我是觉得红宇跟佳佳那段有点假 而且衣里面你用过 就是如果你能换一种 乔 我用下你那个外置光区 考个东西 好 在那 我是说如果你能换一种处理方式就更好 就像是你刚追我的时候 有一天下大雨 图书馆门口有一大滩水 那天我正好穿了一双新鞋 然后你跑过来直接把我抱起来 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很细心 不好吗 佳琪 我一会儿给你打 怎么了 没怎么 小鸥 你们能不能别老当着我的面聊你们当时的事 好吗 我没当着你的面啊 是你过来问我接光区吗 是 是这么个事 小鸥 我跟你上来一下 你看这样行不行 以后啊 你们谈工作聊剧本的事 就别在咱家聊了 好吗 为什么 我受不了那刺激 你们只要在一块儿聊就聊 你们当年 他怎么追你 你怎么追他 那我成什么了 我成你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人了 我们聊的都是剧本的情节 可能都是真实的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 我听着他不舒服 不舒服你明白吗 那好吧 等你不再再说话再聊 行 就等我什么都没说 这个还这个 爸爸回来了 怎么样啊 今天谈的 以后不去苏凯那了 为什么 不想说这事 饭 儿子今天乖吗 儿子今天被我训了一顿 为什么呀 他玩的时候 不小心弄到自己手了 就哭了 结果你妈就说 都怪玩具不好 都是玩具不好 把我们乐乐弄疼了 这样不对吧 我就说了 我说不能这样 以后孩子有点什么事 就会把责任赖到别人身上 结果我妈就不高兴了 觉得我对她有意见 还是怎么的 没事 老人家都是爱护犊子 可不是嘛 所以我才赶紧说的 待会你出去的时候 就跟妈说一声 就说我 我不是对她有意见 不是针对她 主要是想对乐乐能严格要求 让她以后可以有担当 吃啊 忙这么长时间吧 你给我吃了 谢谢哥 出来吃盘太贵了 难得出来 哥 你怎么不吃盘啊 哎呀 哪有心情吃啊 你吃你吃啊 不 怎么样 哎呀 这不一到月底 我这手机我狂想了 各种电费 水费 煤气费 房费 哎呀 全是花钱的事 这银行来的都是扣 扣钱的短信 哎呀 你说要是手机震一下来一笔钱都好啊 对呀 都是花钱的 哎 不知那个哥 做老神 不知给你介绍很多客人吗 嘿 你还好意思说 就他介绍那几个人 全都是光看不买的 来了门票也不买 就看看啊 就就撤了 不可不 别死啊 那得想个办法啊 是 哎 哥 一会儿 咱俩出去摆吉他吧 啊 啊 摆低套啊 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咱俩早晨早点起来 然后呢 出去摆两个小时的低套 然后下午在回点里边 结了没 这儿那个增价效益 不不不 你哥原来好歹也是啊 不说高富不太帅吧 虽然 但是 也是经常混迹于工体啊 三里头一带的 万一让原来朋友看着多丢人哪 哎呀 还什么丢不丢人呢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的首要人物就是挣钱 你你你增不来钱 你还贪是什么混不混的 也也是啊 你说咱要现在再不挣钱 咱店可真倒闭了 哎呀那可不行 好不容易来大城市 我可不回去 那个 我跟你说 那你就就摆低套吧 啊 真摆啊 真摆 靠谱吗 当然靠谱了 我跟你说啊 啊那个地方 度死清早晨起来 凉口了 就咱们夫妻俩 赶了大车 然后那个老婆在那要活 然后在那儿挣了我麦 然后男的就在后边索钱 这叫 我夫长夫妻 呦呦呦 还夫长夫妻 你要是想这咱就算了啊 咱俩没到那步的 顶多是老板 嗯 物员 的关系 优农 我就是 打个比方 不是 那你这比方也太吓人了 那么瞎音啊 嗯 比手机想还吓人呢 哎 行了 你摆锁先乱七八糟 你就说你摆不摆吧 摆呀 不摆 摆 摆啊 行 摆就行 但是关系搞清楚了啊 老板 顾元 OK 不 不 庆不庆索你也得摆啊 就这啊 我去人家厂地 哎 麻将 吃完饭 哎呀 这人家厂地总要 哎呀 哎呀 你一着去啊 北京你认识哪儿啊 我 哎 你死啊 哎 不要紧 我给苗哥打电话 他煮一顿 哎呀 老板哥 你就请好吧 我跟你所 在俺那个地方 都是老婆出去 逃家换家 我充满你放心 好 你就趁好吧 老板哥 我走了 拜拜 哎 我跟你说 你要再这样 不跟你摆摊了 哎 不打包啊 都先别走呢啊 我有两句话要说 不要开会啊 不开会 两句话 不是妈 我还有事呢 两句话 耽误不了您 以后咱们这个家啊 谁要有什么话 都当面说 有什么意见呢 就全都当面提出来 别被地里边瞎窜的 完了把别人当枪使 你没意思啊 你这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没头没脑的 说呢 说你你有这本事吗 说谁谁心里边知道 清楚着呢 你说完了吗 散会 你跟妈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 不是你让我去跟她解释的吗 没说什么妈 至于说这些话吗 我本来就没说什么 你别一出事就全怪我头儿 行吗 不怪你怪谁啊 让你去好好解释几句 不让你去传话的 你肯定天又加醋了 我跟妈才关系好 没几天 又被她弄成这样 我真服了 你说你们俩 一个说不得 一个碰不得 怎么着那么敏感呢 说点什么 就绝对再说你们了 真是的 我不敏感 我不辛苦 我不累啊 你又累了 你在这又送了什么苦了 你工作最轻松了 是咖啡厅 就是餐馆吃吃喝喝 前女友陪着 好哥们伺候着 你还有累了 派什么 咖啡厅我告诉你啊 那我跟白友的工作 是你同意的 那一出事就提这事 我希望我跟你翻脸 我也趁此提醒你 你是签过保证书的 我签过保证书怎么了 小心我也跟你翻脸 去我 哥 说 recon躁吧 不着急 还累了一天了 坐会儿 小宏 你看北京漂亮吗 真漂亮 楼都那么高 而且那个凳都补灭的 有质量 没错 尤其到了晚上 你来了北京想家吗 想 真的挺想的 哥 你看我跟你说啊 北京好似好 但是这个天啊 真是不如安家的好 我想安家那边那个天啊 都特别烂 北京你一个礼拜 我就能见乙瓷晴天 而且晚上 我们弄那边那个星星啊 一闪一闪一闪 特别好看 那你没感受好天啊 你看啊 北京那星星嘛 你不能靠看 什么 你得靠想象 你看那边那片银子 漂亮吗 你把眼睛眯起来 你看 就是那灯光 是不是特别新兴 啊 还认识的 哥 那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么看星星的 对 我演的本来就行了 不用迷 演 那我来北京 我有好多地方都不懂 没得麻烦你 多招呼我 没事啊 行 哥 我怎么那么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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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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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哥 等有机会 我我带你上岸架去 吃海线 哈啤酒 然后晚上披萤 躺在那个海灿的地方 哎呀 嘴那个海风特别舒服 真的 肿风很风 不能 真的特别好 有机会你带我吃 啊 好 童话 你叫我说这话 什么没头没尾的 什么意思 你冲谁啊 你说冲谁啊 你不是 不是冲妃儿吧 不是咱现在 这关系缓和了吗 我是想缓和呀 一大早上 我就找人说话 哄着人家 找不着跟人家说话 给人家热豆浆 一会儿干这个 干那个的 我说带会儿孩子 结果人家说我什么呀 说我带孩子的理念过时了 而且还说 将来带孩子的事 全权由他们负责 不让咱们插手孩子的教育 不让咱们插手孩子教育 我跟你说 这可坚决不行 我跟你说 这问题上 我坚决站到你这边 他们哪能带孩子呀 你说 他们就是想把咱们 和孙子分开 坚决不可以 我跟你说 孩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权 这是主权问题 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他们带那个孩子 上来就教英语 英语你着什么急呀 还早着呢 上来 孩子记忆最好的时候 学传统文化 唐诗词词 圆曲 明清小说 还有当代白话文 平文 尤其是平文 必须得学好 我孙子三岁之前 这些一律都得掌握 这你教到他们手里 把孙子就给毁了吗 不是 这事咱们俩一条战线 我一定就 咱们俩站在一起的 你说什么心 管什么用啊 这回我不是没事找事吧 不不不是不是不是 你你你你说都对 这回咱俩立抢一致 明天我就找那个佳琪 我跟她说去 那孩子的教育权问题 必须抓在咱们手里 本来就是 你说咱们心疼 我们自己的孙子 我们有什么错啊 对啊 老公 你是不是觉得 我生了孩子以后 忽略你了 没有 想想我们两个 结婚前就没谈恋爱 结了婚以后 又有一对婶 好不容易生了个孩子吧 孩子身体也不好 弄得我们俩都没时间 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 这样是不是有点 太悲哀了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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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搬了个新家 不是远 明天还得早起 我心事啊 很困难 哎 嗯 嗯 嗯 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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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几点钟了 你怎么还一个人跟着喝酒啊 你怎么还没睡啊 明天也不用去公司了 苏凯是不是因为 今天我跟佳琪在家里开会 让你不高兴呢 晓鸥 这咱俩的事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像上回我跟你说的那样 而且你不是也说 你可以给我时间吗 好吧 就等我什么都没有问过 少喝一点吧 别喝那么多酒 早点睡 好 你快去休息吧 最后一日了 那我先睡了 嗯 去吧 那晚安 早点睡 什么呢 好 你 我 在这儿 你老婆这又是冲谁啊 又绝食了 反正不是冲着您 那怎么了 这又让你给我这带什么画啊 没画 这是咱没画 跟妈也没画呀 我现在不想说话 不想说你就听着 我说两句 跟你说啊 我说的重要问题 乐乐的教育问题 乐乐的教育必须我们来管 你不能查说 听见没有 你们让那个孩子学点什么新鲜的东西 我们没反对啊 但是你得弄清楚了 新鲜的东西 那些个东西 糟粕也有 分出哪些东西是糟粕来 流行 流行就好啊 那感冒还流行呢 那是病 传统文化不一样啊 是吧 传统文化那是经过几千年实践和时间的考验 积淨下来的 说明是好东西 要不然它怎么能存在几千年啊 所以乐人一定要学好传统文化 现在觉得什么时髦你就学什么孩子学歪了 长大了你就再想拧拧回来了 学刚起你不知道吗 一上手执法错了 最后再想改改不了了 这事由我们管啊 你别插手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 听了 照须说来 哥啊 哥们没听进去啊 家禽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去开会啊 苗子新家在宴郊呢 又没地铁 你怎么去啊 以后我接送你 上车吧 哦 走 走 走 这要是干嘛呀 去找尹子吧 这孩子不是病着的吗 尽量别折着 热烫的 跟他说好了 那中午早点回来 那个午饭不回来吃了 跟你们一块吃 这么快就睡着了 把我收回来了 但是真看不出来 你说佳琪她妈 以前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现在变得那么矫情啊 所以说其实你婆婆还算好的 虽然脾气大点有什么就说 不往心里去 我婆婆就不一样了 有点不高兴的吧 就放在心里 老记着 哪天不开心呢 就拿出了事情 说说说唠叨 没完没了 不把你弄崩溃了为止 我也最怕这种人了 你说没事就翻小肠 多可怕呀 那得 偏偏这个邓佳琪还不会传话 好多话一到她嘴里就变味了 弄得我婆婆老对我有意见 我先生太怕跟她白天一块在家待着 其实我觉得吧 你婆婆这事儿不重要 你想啊 那充其量也就是个人民内部矛盾 倒是佳琪和那白晓鸥 那可是抵我矛盾 你得上点心 别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你什么时候跟我妈一样一身一管 我不是为你好吗 你再想想啊 他们俩现在在一起写的可是爱情故事 你说这俩人编着剧本爱来爱去的 到时候死灰复燃了 你哭去吧你 你别胡说八道了 再说苗子不是帮我们盯着吗 又得了吧 你觉得就凭苗子能看得住他们两个人 我跟你说 苗子这个人吧 他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有点顾头不顾尾 你说我们家那新房子 那好好的新房子 我还没睡几天床都没污热呢 他倒好拿出去给人当工作使用了 哎呀气死我了